当我守得数十年和痛苦时候 主耶稣就告诉我 安定够用 每当我回心失忆 完全无主意因素 主耶稣就告诉我 安定够用 所以要感恩这样子 安定够用这样子 我们一起强求什么 我一直很乐观 怕说家民会担心我 所以我一直尽量 在人家面前 我尽量都会笑 笑还是怎样 我不会说 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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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来也是 排尿的问题也是越来越不行 因为里面都又有血块 我一直挡住 我那时候还三斤半裂 每次三斤半裂一堵住的话 都马上叫车 医生说这样不行 就在从肚子持股这边再挖 挖一个洞这样做能够尿道这样子 子宫颈癌第三期 成了二十年 李美贤这两年却因为膀胱炎引发白血症 长期插倒尿管还是无法顺利排尿 加上大腿筋膜炎开刀 双腿无力 只能整日卧床 我时候在小孩都是我在造成他们的负担这样子 因为我时候晚上就睡不着 就是一直在想这些问题 李美贤和先生林二勇 民国六十五年 在智协工厂认识后相恋 结婚 不料阿勇却因为天天喝酒 身体一度亮起红灯 我七十八年就开始嘛 快接近干粮化的时候呢 把我送到省力医院 差不多分明两天我才醒过来 我起来的时候 我马上就看到他 我太太跟我儿子在我旁边 我看到他们牛子在我旁边的时候 我就大哭 大哭 痛哭一下 我说从此以后就戒酒 我想他不要再辛苦下去了 因为是我对不起他 我牵他太多了 我牵他太多了 家里的经济全靠儿子支撑 慈继之工从2012年走入阿勇家关怀 每个月提供生活补助 让他们安心养病 要来帮你帮这个摇头扇 这次没来 你知道我说 为什么要帮这次 原因就是 照片要帮你帮一个秋风 要让你空气对流 因为他那个房子老旧 然后空气循环也不好 所以我们就针对他这个部分 去做他空气流通对流的改善 那你去找我吗 你去找我吗 有油烟机 所以他的前厅 就是美贤现在租的那个地方 帮他装一个摇摆扇 然后后面最后面一间 帮他装个排风扇 让他空气对流 阿勇夫妇住的房子 已经超过30年 职工多次提议整修 但都卡在房屋产权问题 没办法全面修缮 因此今天的主要任务 是改善屋内通风 并更换电线 确保用电安全 本来他的那个厨房的排油烟机 是坏掉的 所以他没有抽 在每次每餐煮饭的时候 就是那个油烟都没有排出去 然后就整个那个 污秽的空气都在他们房子里面 这样子积着 所以他们那个空气是真的很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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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块 这个大概 下方局的规定是 10到15年要换 因为他已经超过太久了 好像他有一些大延长线的部分 我们整个都帮他换成固定的线 就不要再用延长线 他不会太危险 就是 有没有帮他 就是 有没有帮他 就是 帮助夫妻里面的感觉 就是 就是 帮助夫妻里面的感觉很好 就是 帮助夫妻里面的感觉很好 有没有帮助夫妻里面的感觉 一般如果第一次去二永家 都会觉得说 他们家真的是 哇 怎么会这样子 可是坦白讲 我觉得 持继人的陪伴绝对不会浪费 二永其实他们改善很多 以前是那种 说实在一点 你进去连站的位置都没有 可是现在还不错 还有椅子可以坐 还有 他整个那个 廊道走廊都清出来了 好 高高清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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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院长 你好 台中慈禁医院 减守姓院长 每个月都会安排慈善医疗行动 今天他和医院团队来到了阿勇夫妇家 他那个是中间的大尿袋 这个是尿袋 对 然后那是饮流管 这个是 这个是尿袋 这个是饮流管 这个饮流管 这个饮流管 这从肾脏 从肾脏那边的 对 那个是都什么时候做的 这都好几个 他现在整天都是躺着吗 对 他有时候会起来 会起来 起来头会不会晕 有时候会晕 会有点晕 会有点晕 眼睛看上面 有一点点贫血 所以肾脏的问题 我想我还是肾功能说还可以 肾脏 对 你因为肾功能如果不好 他就要洗肾 你没有洗肾 表示他饮流这些是还可以的 对 他也没有烧的话 表示这些饮流的功能 都还OK的 因为我目前是都没有烧 只有100 有感染 曾经有感染过 曾经感染过 有在吃什么药吗 有就是农种那些消炎药那些 这些是吧 对 哇 这里也这么多 他有一些止痛的药 对 我有在吃止痛的药 为什么要吃止痛的药 对 除了探访卧病在床的美贤 检院长今天更重要的任务 是亲自到宅 评估阿勇膝关节退化的程度 这个是钢子 我那个感染 哪一边会痛啊 这个可以 我不知道 因为我洗肩 你这个 你弯起来 然后叫弯 然后绳子 你看就没办法 就这样啊 对 两边的位置是不对的 你这个 你这个 有没有照过X光啊 有 我之前在那个 风云医院照的事 有没有 就是 他是不是要换那个 要换 要换 是啊 看起来是这样的问题 对 我有想到过于 这个之前跟之后的事情 但是 如果是我现在要去正院的话 我就担心我的老婆 你 所以你不能 不能捣啊 不能捣 你就要 我们要帮你照顾好 关节嘛 不然的话 你将来 你没办法抱啊 你没办法照顾啊 这个 这个活口不吃到啊 是啊 所以还是得看看 怎么样子的一个方式 当然如果说 还不需要开刀 还是有其他方式 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事实上 他们要去到医院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走进去 让他们可以感受得到 其实这个社会 还是在台湾充满着善跟爱 就是说另外安排时间 我们志工陪伴你到慈院去 让美贤挂个妇产科 因为他也是妇科嘛 一定要开重大商品卡 一定要妇科嘛 也是也可以用考虑一下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就是只是建议而已 然后你决定全在你自己身上 好不好 还有脚的部分 对 所以是整体 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病而已 看到是他一个家庭 更看到他们夫妻之间的那份情感 那我们怎么从医疗的角度 或者从社福的一个角度 可以去切入 让他们的一个 这份的一个恩爱 可以更持续 更可以让更多人得到 那样的一个启发 阿勇后悔自己年轻时的不懂事 现在全心全意弥补太太 在照顾太太 与治疗自己的膝关节之间 几度挣扎 今天终于鼓起勇气来到医院 谢谢 林先生 他状况是怎么样 你有支席 支席在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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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角 右角 多久了 不舒服这样多久 算多久了 算多久 算月还是算年 算年 大概大概 八九年吧 八九年 算了 好 那因为我们这边都没有资料 所以我先开单 让你先去照一下 来方便看看 好不好 照完呢 我才知道说 真的退化 退化的话是严重还是不严重 你觉得这样 比面要是严重 那这整个站着照整张脚的时候 就像住的时候才看到整个其实这个内侧面这边其实是整个是悬空了 那所以它那个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它这个这个左脚是撑得住的直直的 右腳是這邊整個塌掉了 所以整個彎下去 然後才變這樣 一般正常人 一般正... 我是這樣量給你看 就是說一般正常人這個腳 這個幅度 這個中線 這是小腿的中線 這是大腿的中線 正常人這個是差不多在 六度 而且是反過來這樣六度 所以他現在往外巴六度 結果他現在是內巴十九度 所以大概差了二十五度 整個在腳變形很多 是應該要手術 這個整個是變形的 那種你沒有把它換成人工 把它撐住的話 它那不會改善 對 算是到人工... 就是到關節退化的最嚴重的狀況 已經回不來了 那請問蔣醫師 如果說把它排到的話 大概是什麼時候會比較OK 他如果肯的話 我明天就幫他安排 不... 我要等我... 等我老婆回診 我再... 在這個... 他什麼事情... 他什麼事情都以老婆為優先 剛剛在路上還在擔心說 老婆有沒有吃藥 喂... 吃飽了沒 喂... 好... 這個月二十七號住院了 喂... 他的肉飯要開到了 好... 好... 來... 百點二十三號 請到二號 喂...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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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耶... 四個多小時耶... 你們在裡面有沒有覺得... 小小緊張一下下 好... 慢一點喔 剛剛好的 媽媽咧 媽咧 開... 我開到出來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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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你喔 好想你喔 我還想老婆了 好想你喔 好想你喔 沒事了 沒事了啦 沒事了啦 我哪里幹嘛哭了喔 我煩到你現在不知道好話 我開到好話了喔 他太想你了啦 他想我喔 對啦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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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話說這樣老老七的還在想 我幫你嘴巴弄一下 比較好想你喔 你家不會那麼乾好不好 然後弄一下再來戴口罩 這次手術前的身體評估 阿勇意外得知自己是糖尿病患者 肝指數也顧高 這晴天霹雳的消息 差點讓他逃之夭夭 從我知道我的血液那麼高的時候 我覺得說我整個人的 人生的希望好像只下去而已 他又講... 他又講我也... 又很不想去開刀啦 嘿... 阿後來為什麼會想要去開 我本來想說... 就想說要一走了之啦 嘿嘿... 有沒有... 想不到我都比身體病人 都比你健康那麼多的毛病人啊 嗯... 我說儘管都像你們這樣 是十節十相啦 嘿... 因為我前面的十節跟... 十節啊... 因為我都... 比如說你一首講... 一首講的話 跟我講沒有 我都聽不進去了 哦... 我說怎麼會跟... 跟這個... 求十節的話 對... 不得不低頭啊 好事喔 我可怕呀... 我可怕... 我可怕... 好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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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退半就啦... 我就跟... 我就跟他有講說... 沒關係啊... 我們先去看看啊... 看醫生怎麼說啊... 要不是去看了... 就決定要開刀... 先看嘛... 先看嘛... 然後就在我們這種... 半退半就的... 狀態之下... 他就... 最主要... 因為他也覺得說... 啊... 那個師姐都講成這樣子 我再不去的話... 真是... 講不過去... 嘴巴... 要不要再一次... 對... 我怕說... 喔... 院長來喔... 院長來看你... 不要... 不能動... 好... 喔... 很好啊... 院長... 欸... 什麼... 你能... 好好把... 趕快把這個弄好... 才有辦法... 好好照顧你... 你太太啊... 對不對... 很好... 我聽到說你要來... 很高興啊... 趕快... 傷口會痛嗎... 麻醉還沒消啊... 還沒消喔... 好... 很好... 好... 這樣一定就好很多啦... 家裡面... 走動啊... 那些都沒有問題吧... 對啊... 而且他還發好怨耶... 他說... 那個... 師姐們都很雞婆... 他以後好了... 也要... 也要跟... 雞婆的師姐一樣... 要有很... 很熱心的精神... 也要服務別人... 能夠去幫忙別人... 是我們的福氣啦... 啊... 你也是啊... 你都... 愛是不知跨不張狂... 不做害羞的事... 他們的生活是那種... 就是... 有一餐... 愛到下一餐... 有一日... 愛到明天那種... 沒有明天的那種感覺... 可是... 開了一個刀... 二永他會去省慈... 他的未來... 等於說... 他這個家庭... 是有未來性的... 然後... 讓我們覺得說... 欸... 我們這次... 整個這樣子的... 行動是... 非常有意義的... 我太太有沒有... 從她... 病危... 因為她算是病危... 我一直在那個... 海大首飾房有沒有... 嗯... 在外面那邊講說... 說... 我希望說上帝有沒有... 讓我... 讓我... 讓我身下的命有沒有... 都給我的... 美生... 我們還要下輩子嗎... 我們還要下輩子嗎... 我們一直跟他... 下輩子... 換我... 換你做女孩... 換我做女孩... 換我欺負你... 我們一直都跟他這樣子講... 呵呵... 手術幾天之後... 阿勇在志工的陪伴下... 出院回家... 或許是看到阿勇... 置好了雙腳... 太太美嫌... 也決定接受志工的... 另一個好意... 翻正過來... 有... 有... 漂亮... 這台就可以了... 原來美嫌... 把躺椅當床... 狹窄難以翻身... 幾次想為她買床... 總備玩具... 志工找到... 狀況良好的電動床... 整理之後... 運送到家... 小小巧巧的... 剛好適合你的位置... 都是剛好... 然後連這個床包都是新的...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很舒服... 以前的... 水... 水... 跟她買... 還喜歡... 刺激之工... 邱欣美... 承擔仿飾幹事十多年... 觀察力敏銳的她... 總能看見岸家... 沒說出口的需求... 接下來... 她就把這個... 手放在椅子上面... 這樣支撐著下來... 出口... 我們要走路的時候... 有一個鞋子... 我們吃吃花蕾... 對... 這要吃花蕾... 這要吃花蕾... 她不會打到... 對啊... 要做伯... 好... 教你的意思... 現在先把她處理一下... 要很有耐心的... 這樣子跟她溝通... 她就說OK啊... 好... 阿公... 我們去看看... 對啊... 阿嬤... 阿嬤... 好... 哦... 阿嬤...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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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慈善的崗位上... 做仿飾... 我是非常的開心的... 我們要不怕慢 可是要有那個耐心等待安家 因為任何姻緣的成熟 他都是不可思議的 作詞・作曲 李宗盛